交集人自送当选证书 这一刻对国民党来说是重申的开始 将其成以近七成的超高得票率 成为国民党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 来迎的世代交替正式开始 两次中央大选的败选 也确实凸显出 本党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时代 即需要透过改革 创新 银头赶上 补选后只有一年多的任期 更让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可以须值 没有荣华富贵 只有千金重担 当前大环境对本党不利 但是我们不必怀忧丧志 因为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不能悲观 更不能低头 因为这是国民党没有输这个选项 国民党不能再期待某一位英明领袖 做出所有的决定 而是要结合众人之志 往纳各方人的意见 因此我将推动集体领导制 改革的第一步将启程成立11人决策小组 名单包括党务系统中主席秘书长 及三名中常委 立院党团方面由总召及两名书记长 再加上三名地方首长 要接地气广纳民意 不过这也让外界质疑 是否与现有的中常委决策权有所抵触 他算是一个在机制内 一定要经过的一个建制的过程 11人的决策平台 这个基本上是让主席 在做决策的时候 能够有更多元的意见 他目前并不是党内机制上 所规定的一个平台 大家都有公私的话 应该都能克服一切的困难 毕竟推动组织改造绝非一言堂 再加上国民党长期以来财政窘困 张其成肩上的担子很重 更需要团结力量才能闯出新气象 欢迎新闻王家杰林凯伦台北报导